解说国战 唯我独尊 大家好 我是野兵 今天呢由我来一起为大家做一个国战的视频 本期国战视频也是非常精彩 请大家慢慢看吧 好 首先我们好像有一千一样 先分一下雪天框 雪天框的镜面 本期雪天框里头武将还是不错的 江河里和陶皮 这种魏国的双子绳头 草皮的控场 专面 卖雪流也就不错了 马藤和恐龙也行 我个人对群雄是比较喜欢的 解释个人意见啊 恐龙也是群雄的不二核心了 主是要 不是主是要选 本来我是不会选择张河和草皮的 因为这组合毕竟有点太脆了 回合外防御毕竟有点太脆 不是那么稳固 我们看看主是要选择谁 主是要和我选择的一样 也选择了恐龙和马藤 其实手牌相当不错 有杀有杀有武器 还有一张无限 其实我可以把名是开开 主是要没有选择 其实恐龙这种武将在只要有群雄啊 只要有群雄武将有一个恐龙 群雄的胜利几率会大大增加的 现在玩家国战的朋友都知道 恐龙的恐龙武将也是相当的不错 好 5号位的升级亮了 拆了一下3号的装备 3号上下也是国战的消极亮了 此时不亮 不失亮 升级也是 这也是我们 玩国战的时候 也是经常遇到的情况 去使命叫狐山 其实我们对这个没必要过分的 要谴到他们什么 你以为你不是让他 他一国有的杀你了 他也觉得有些 莫人无措吧 是不是 这样边造成两人的死下 然后后面人看热闹 然后火光一下3号 跳了一个大卫国 大大的卫国 2号的上香 2号的大乔 大乔 拆了上香的一个牌 赶紧赶紧赌贺和上香 罗佩克厉害了 完全可以没有吵了 围森机也是一身的满汉 你再多的清晨也不管用了 9张牌 继续拆牌 完全的针对针鸡和万许晃 许晃得空城了 也不会再有什么动作动作 双火人手里上我来 你通我一刀 我通你一刀 谁也不用客气 既然我看见你 我往死里揍你 大家看这副手牌 如果五国有二张的话 这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不用玩了 这五国的五国的东西 搅拌 行为上香 没有那二张的配合上香 最后牌就被白浪吹净了 四号位的黄鹰 黄鹰女王又不断亮了 一张打满满 放出一个国家来 收入一个针机 杀杀 主持人并没有选择亮明室 显然不想觉得路边上争斗之中 一圈女人争斗 我们还是不要借助她 好像是不会那么牵引死的 毕竟 那一波打爆发 手牌已经是相当不少了 万键齐发 万键齐发 还没有选择亮明室 还有两条是没有好牌了 继续 没有牌了 这个恐龙也非常坏啊 直接拆了一下白浩的乐 他就想继续捣乱 毕竟聊 他毕竟聊还是张聊 将来恐龙就不会安将仇报 去删六号的恐龙的 他会以为你是一个 卫国或者金融社会的盟友 以后我也没有选择亮 因为被乐 二号也被烂了 你的牌太多了 无限可金 接招吧 白浩现在就是按着 黄鹽一顿猛作 哎呦 拆了一下六号 拆一下恐龙 恐龙有国大本武器 扔给了一号 其实现在可以 国大本武器 扔给二爷的 扔给一号 可能是堵他 看是不是全熊了 火宫 来到恐龙 恐龙也不客气 直接火宫国家 看能不能收入国家 毕竟国家一血的时候 其实可能很诱人了 国家也毫不客气 杀我杀你 没想到吧 哎呦 幸好幸好 长疗没完了 把他来收盘 没他来 把他逃的 弄了顺利群 毕竟好人啊 直接给了一个逃的 管是土豪 明逃的还觉得这么和 北国有点 北国有点吃不消了 元大梅 原来元少 元少的对于长 长的形式来说 绝对是因为一枚核弹 绝对不亚于长期光导的一枚核弹 场上的盘起的武将 根本受不了 攻剑手准备放剑 大后场下也是 也很叹服 这么就赢了 恐龙的 恐龙的名士也是 非常巧妙 非常巧妙 一块乱鸡的伤害 一块乱鸡的伤害 刘少爷又这么这么结束 并没什么好牌 可惜我们还有一个码 赢面还是比较大的 就怕月鹰一波爆发 把刘少爷带走 全量抹牌火钻熊翼 我们的机会来了 杀 我还有一道 有闪 有闪 滑滑 最后 有闪 无中生有决斗 杀 杀 火杀 杀 月鹰真是实在 发飙卖手 连上一个决斗 就把他的牌打光了 实在人惹不起啊 杀 闪 你这 你这不是裸露了吗 过河拆桥 杀 这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恐 再让南蛮你也死定了 这 这也怎么说呢 也是全球的另一种 另一种表现形式吧 利用一个前期的大乱斗 然后自己前去而入 夺得 欺取这张胜利的果实 也不应该说是 欺取的胜利的果实吧 应该说是 顺应天命 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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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么说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的视频呢 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看 不喜欢看国战 喜欢看 那么 军争的视频的话 可以到 优酷上搜索 乱世星豪 他的视频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两个是非常好的 那么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